这次不闪躲 高宏安今天大大方方 站到镜头前受访 大家就是在问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 就有需要重拾 请问什么利益回避的问题 问题听清楚了 外界质疑寡妇楼还评委员谢宏年 是建商关系人 高市长马上化身高老师 要好好教教大家 好来来来 谢宏年这个委员呢 是在林志坚实习任内就已经聘用过 我们新竹市政府 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委员 去做身家调查 另一个寡妇楼文资审查委员 也被质疑是建商白手套 高宏安讲着讲着双手插腰 陈天佑我更觉得冤枉了 不好意思我要跟大家讲 陈天佑从头到尾不是我聘的 是林志坚前市府实习聘的 讲到机动处高宏安手指镜头 要告诉大家 我们绝对没有贪污对价 我们所有事情依法行政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可不可以请大家 同样的标准去看一看 看一看前面的市府的事情 高宏安甩锅前朝 马上被打脸 高宏安市长 我认为你不要推些责任 市民的想关心的是 你到底是不是叶士文 都市计划是首长的权利 照你这样说 林志坚在他手上 不能动任何的都市计划 那全台湾的都市计划 都不能动了 高宏安声称 寡妇楼土地是国防部所有 因此才是都跟百亿商机幕后的最大受益者 可是被质疑都跟环平委员名单 有建商关系才是市府可以动手脚的深水区 最终的受益是这些眷村的老先生老奶奶 所以你不要转移焦点 都市计划是首长的权利 那你只要讲清楚你跟李中庭的关系 还有李中庭跟你跟建商的对加关系 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就好 来来来来来 今天大放送 说好大放送 但被问到三个前助理屋里反这件事 谢谢啊 高宏安的反击只能先转身 停止播送 靳新闻综合报道